似乎企劃的內容是鋼琴家的一日 嗨 早安 早安 這個就是我家 然後因為台北市都順土順間 所以我家很小 一個是我的就一個很小的廚房 其實我平常不太用 然後這個是我吃飯的地方 突然覺得我自己很像在拍轉網街上 這邊就是我最常在工作的地方 就是我的鋼琴 這一台鋼琴是 曾經在國家音樂廳來過好幾年的一台鋼琴 它是一台演奏琴 就是二七四公分 那個時候為了要把這個鋼琴搬起來 是大工程 我們要在凌晨四五點的時候 叫那個吊車 然後從外面 這個吊進來 還蠻大的工程 然後不過我很高興有這兩台琴 每天忙完都是已經很晚了 但是每日的練琴就是我們 鋼琴只要做工 然後希望我的鄰居不會太厭惡我 不過他們已經忍受我 應該超過二十年了 應該習慣了 而且我發覺他們小孩也都開始學音樂了 今天就是特別準備了 要來做早餐 然後其實說實話 我很久沒有做早餐了 我今天要來做Scon 在比很多國際大賽的時候 在寄宿家庭裡面 他們就是非常有愛心的 每天早上起來幫我準備早餐 然後說實話我自己 平時像這次要準備曖昧這檔節目 或者是任何時候其實都在演出 所以其實說實話 晚上都在練琴練到很晚 所以早上其實都很趕 沒有時間做這麼豐盛的早餐 不過我平常還是會做還OK的早餐 我等一下會可能會打個果汁什麼的 這個大概是我平常真正的早餐 這個Scon真的很簡單 大家有興趣在家裡也可以做 我真的很久沒做菜 其實很生酥 好的 結束了 我們的早餐 終於有一個像樣的樣子了 歡迎大家來到我家 我覺得今天烤的還算成功 老師有最喜歡的音樂家嗎 最喜歡的音樂家 怎麼辦我很博愛 小班好了 那你要用三個詞來描述自己嗎 我知道耶 簡單認真負責等於苦命嗎 對好 除了彈琴之外 你們還有喜歡做什麼事情嗎 運動 有過什麼樣的鬼魅的經驗嗎 鬼魅的經驗沒有 只有deja vu的感覺 就是我覺得蠻多事情好像以前看過 但是明明就沒有發生過 就是不知道 我也沒有很相信前世今生 但是我的確覺得有時候會 好像經歷過一些事情是已經經歷過的 這算鬼魅的經驗嗎 不知道 最近在忙的時候 最近在忙著演曖昧這檔演出 因為曲子真的太難了 所以每一天都要練非常久 而且是每一天 就像提操選手一樣 近期最興奮的事情 就是我們即將在十月底的時候發行 我跟張姐的這張專輯就是曖昧 就是你們即將在十一月一號二號 台中歌劇院和十一月十八十六二十在台北雲門劇場聽到的節目 我們已經先錄好為您保存起來 然後將會有幻球唱片發行 在十月底的時候 所以非常期待最後這個CD的呈現 我會不會演出的 剛剛彈的這個曲子就是那個 聖賞邪的骷髏之舞 然後是霍羅惟茲改編的 然後呢 這個曲子剛剛好是我這次曖昧 就是11月1號2號在台中歌曲院要彈 一個非常精彩的曲子 這一檔曖昧的演出其實是一個很大型的演出 不僅我的曲子很難 然後音樂上的內容也非常的豐富 然後還要和張愛佳導演一起 我們來完成這個 像我以我鋼琴獨奏會為出發點的一個劇 所以我這幾天其實 每天都要練非常多的琴 我告訴她 我愛著一個凡間女靈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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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你 謝謝你 我們會請聽 en